我們今天會做的就是 我們認識我們的情緒、我們的感受 以致我們能夠留意到人的感受 和回應到人的感受 幫助我們處理我們自己的情緒 也都幫助我們能夠回應人的情緒 因為在和人溝通 人們都會有不同的情緒 但這真是一個很難學習的事情 是很難學習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會 一到面對那個人要 直接牽涉到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就很容易沒有回應到人的感受 我們旁觀就會看到人的感受 但我們自己就會很難 當有個人譬如說我們 或者我們跟他有些對質 有些人處理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難感受到他的感受 我們在這張紙裡 就列出了很多樣的感受的名詞 這也是會幫助大家 幫助大家去認識 在分組的時候 你們就會在分組裡選擇一些名詞 選擇這些感受的名詞 去分享你在那方面的感受 然後聽的人就會留意和回應 然後有人觀察就會說 到底你們能夠留意到人家的感受 回應到人家的感受 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就說 第一就是覺得 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需要這樣做呢 其實人有很多的感受 在我們的內心 是在影響著我們 很多時候 人不知覺 人不知覺 我們自己被一些情緒影響 也不知覺 別人被一些情緒影響 所以我們就變成 感覺封閉了 有些人是直接感覺不到感覺的 因為它封閉了 感覺不到有什麼後果呢 後果就是 人變成沒有感情 沒有反應 被一些感情壓力 溝通是沒有感覺 沒有感受的傳遞的 感受的傳遞很有幫助 為什麼呢 如果你同一個人經濟 它永遠都是講事情 大家留意一下 譬如有些人 有時候在大排檔那裡聊天 動起一隻腳 說什麼呢 那個人什麼壞 社會什麼不好 什麼什麼 說好的話 是完全沒有說他的內心 他說的只是別人 他不需要說他自己的內心世界 那時候我們跟他溝通 就好像 看不到他的心是怎樣的 有些人跟家人相處 就是家人是感受不到他的感受 寶羅很特別的 寶羅是非常理性 不過呢 寶羅有句話 他說 與哀哭的人一起哭 與喜樂的人一起喜樂 為什麼寶羅會這樣呢 寶羅應該不是很理論性的 但是他也明白這件事 因為神啟示他 讓他明白到 我們是需要感受到別人的感受 別人的悲哀和他開心的地方 因為他是一個法理賽人 在他們來說 根本是沒有這樣的訓練的 他們的訓練只是在法上 不會訓練到你感受人的感覺 但是神感到他 我們一起讀一讀 我把那些感覺 其實是稍微分類 其實是很難分類的 有時候有些都未必很準確的 你看到有個slash 有邪間 就是把前面那些隔開了 前面那些就是 Shirley 我的一張 就是把前面那些是有些關係的 邪間後面那些就會有另一個類別 我們一起讀一讀 快樂 高興 歡欣 慶高采烈 喜歡 喜出望海 愉快 鼓舞 感動 有興趣 心花怒放 振作 痛快 防喜 得意 忘形 疑言自得 當然這裡裡面也有些不同的 不過都是把一些正面的感覺說出來 接著下面 激動 興奮 激揚 鼓舞 這是另一種的感受 接著 滿足 心滿意足 幸福 舒暢 好受 心抗神異 得意揚揚 因爲 安慰 有安全感 這裡有另一種 滿足 心滿意足 大家看的時候 都要看我們有些什麼的感受 其實這些感受 我想說 是影響我們的 譬如我自己 我發覺 我很多次想回 什麼情境 什麼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歷 有時候會想回一些尷尬的情況 想回很多次 大家有沒有那個經歷 以前做的事情很尷尬 做錯了一些事情 是不應該做錯的 是很離譜的 就是覺得 很離譜的 為什麽會這樣 有時候有些人的指控 覺得 自己覺得 有時候無辜 也有時候覺得內疚 就是我們會有些感覺 會時時走出來 我就是盡快處理的 其中一件事 我感覺到一個特別的情境 就是這樣的 當時我在學校 打壁球 當時來講 香港不是很多人打壁球 我當時的技術 是有機會拿到全香港 18歲以下 壁球冠軍 那位教練很期望 帶我們去打壁球 他就告訴我們 地點 他說你懂不懂去 我就以為我懂去 但我以為是錯了 結果是我去錯了地方 而我根本不懂去 去不到 有一個人在當場 就說 他說見到那個老師 生氣得 好像爆火一樣 為什麽會出現 因為我是很有機會 可以贏得 當時來說 比賽的人不是很多 而我當時講 球技是 有時我跟那些大人打 那些西人打 都打贏他們 所以那個同學 見到 他知道那個老師 那時候真的很激烈 我回想這件事 想了很多次 我就想 哎呀 我嫁錯了 哎呀 明明可以有機會贏得 為什麽會 為什麽會 問清楚別人的地方 在哪裏 為什麽會 那麽烏龍呢 即是有一種 很烏龍的感受 這件事 其實重複出現很多次 那有時就覺得 哎呀 為什麽這麽傻 那麽笨 但我又覺得 已經成為事實 都不緊要 現在都幾十歲人 以前 有拿冠軍 有什麽問題呢 即是 已經是好像覺得 沒問題 但是呢 心裏總會想出來 那我就在那裏釋放自己 不緊要的 無所謂 這些 你做好多事 神都很歡喜 那這也是 幫我留意到一些感覺 也有些魚的感覺 有時候有些情況 做一些事很魚的 那麽就很醜怪 想起也很醜怪 那麽我都不想說 那些魚的事給大家聽 自己都覺得很醜怪 那麽其實 過去了 別人都不記得了 那些人都不記得了 但是我又記得了 大家沒有什麽情況 別人都不記得了那些感覺 但是我們記得 原來感覺影響我們很大 而感覺應該是我們的睡覺 應該是我們的內心世界 應該是我們接納自己 應該是我們整個人的 以至人不能夠平安輕盛 所以我們留意到這些感覺 從頭這些是正面的 那麽我們都能夠 講出我的感覺 有什麽感覺 正面的和有負面的 好 跟著下面那裏 感動 下面那裏 第三項 中間尾少少 感動 泰然 自在 自信 這種感覺當然大家覺得好 會泰然 自若 很自信 跟著下面 有興趣 單獨 有興趣 跟著就是 甜絲絲 受寵藥經 大家都很想有 這些感覺 甜絲絲 受寵藥經 跟著就是 放鬆 其實後面有些人坐在那裏 Shirley都可以給他們 他們有些人坐在那裏 放鬆 輕鬆 放心 安心 安靜 平靜 真正 平安 安長 寧靜 安定 安然 冷靜 心平氣和 鎮定 無憂無淚 自由 如釋重複 是否覺得都很好 這些輕鬆的感受 好 下面 一起讀 心氣蓬勃 熱切 熱心 大膽 勇敢 滿懷希望 這是熱切的 我現在讀過 我待會給大家 在裏面抽取一些你認為 可以幫助你 說出你內心世界 其實這張子 希望大家不要丟掉 你看回這些感受 到底有些什麼感受 你還未處理 有些什麼 你裏面有的傷害 還未處理 在裏面都處理 接著下面 被吸引 被吸引 尿 被吸引 沒有尿字 但一字 自己坐不出來 著迷 好奇 事務 入神 入迷 驚眼 被吸引 接著 捨不得 懷念 牽掛 掛念 後面的歌 是負面的 內疚 後悔 怨悉 惭愧 懊悔 遺憾 其實我在網上 都聽到不同的講座 講到關於後悔 內疚 後悔是很大的傷害 我們做錯了一件事 是做錯了 不過過後一想起來 是給我們很大的傷害 第一就是耶穌四面 第二我們也要釋放自己 否則我們經常覺得內疚 人就沒有力量 有時也有些人有內疚 我們不知不過會加憎他的內疚 有時會說 煩了你 不要這樣做 這句話會被人內疚 你又做了 就是做錯了 這會被人內疚 接著 悲傷 多受 情緒化 不內煩悶 暴老 受辱 哀傷 這些就是受傷的感受 接著就是難受 如助針 就是很難受 很不自然 很不舒服 下面 害羞 血羅 不安全 害怕 慌亂 擔心 發慌 恐慌 心方言 這就說到害怕那方面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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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多些是shamed duty 那些 不要緊 因為其實分類有時都很難分得很清 下面 憤怒 老怒 急躁 憎怒 急切緊張 震驚 著急 心急 心急如焚 迫切衝動 這是激動的方面 接著是羞辱 羞辱其實可以放在內疚上 羞辱 孤單 沮喪 被壓下 失望 難過 困擾 空虛 陰沉 淒慘 深酸 壓抑 屈溫 低沉 還有聽的 消沉 深呼易冷 沉重 氣餒 喪氣 厭倦 厭煩 心煩 煩亂 嘴喪 落魄 失意 仇苦 悲酸 淑慶 毀溫 不爽 絕望 失望 無望 難為難受 淑慶 傷心 受傷害 難受 洩氣 其實這些感覺 很多人都會有 這些感覺 下面 尷尬 不好意思 坦激不安 不自然 難亨 難為情 過耳不去 為難 尷尬 尷尬 驕傲 自滿 不滿 言 傲慢 挫敗 下面 迷妄 心亂如麻 煩亂 妄言 惆怒 惆怒 憤怒 苦毒 疾 憤恨 厭惡 厭煩 憤慨 憤慨 仇恨 反感 苦結 優越感 自大 自負 自豪 下面 懼怕 恐懼 吃驚 受驚 猜疑 惡言 誠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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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寒 不敢興趣 無動於衝冷漠 其實人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大家有時間可以 回家慢慢去 看看我們自己 在什麼情況有這些感受 是不是需要釋放藥 我們能夠輕省 能夠有喜樂 能夠處理到這些各樣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發覺 我自己的感覺 世界都很複雜 有時候 很多種的感覺 一邊傳流 我一邊處理的時候 都會回頭 我發覺是不容易的 譬如說一種內疚感 做錯的事情 覺得以前有些做得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對於有些人 我其實是嚴肅祝福的 但我身裏都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我想將這些全部都處理 讓我的心是輕鬆的 或者是有些壓力 即是有些人想做 做不到 但是我就說神啊 你負責的 我交給你 我盡量我應該做的 我就放手了 我們會這樣跟自己說 但是呢 鬆了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發覺一件事就是 我愈是每一天去放鬆 一想到那些什麼感覺 我立刻放鬆 立刻放手 心是鬆很多的 即是我逐漸逐漸 那些負面的感覺是消失很多 尤其在睡覺之前 睡覺之前呢 我看一些研究 他就說到原來 睡覺的時候 有一個時段就是 那個叫做REM 就是眼睛很快震動的時候 在眼睛很快震動的時候 其實他的腦的活動 是平日 入口的時候 差不多這麼快的 由淺睡到深睡 然後到這個快眼的移動的時候 深睡就是一個 恢復身體的功能的時候 身體內臟 然後有這個快眼的情緒 就是我們處理當日發生的事 而那些人如果受過傷 這個處理的時間是長的 他就會很長時間發惡夢 或者發不同的夢 在裡面 一直在過濾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過程是會令到 人平靜些少 不過如果他日日 一日都是負面的感覺 他就越來越負面的 就是他日日都是不開心 那雖然睡覺 是會將其中的一些 不好的感覺過濾 但是始終 留下還有很多 每天都是這樣積聚 相對還是怎樣呢 我們處理了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那些人是傷不到我的 一路相信神的愛 神在愛著我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在陪著我一起放鬆 你越放鬆 你越放鬆 你的情緒就越平靜 在你睡覺之前平靜 你的潛意識就會儲存更多平靜的感受 那 我們一會分組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說 我這麼久都不習慣 分享自己內心世界 現在要分享好像很難 但這就是我們人生的突破 為什麼呢 我們不能夠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不能夠說出來的感受 feeling 我們說不出來就處理不到 我們能夠說出來 就能夠處理到的機會更加高 但有些人因為 由小到大 是不習慣說 和家庭壓力 就會怎樣呢 整天都是在一個 不能夠感受自己的感覺的狀況 只是覺得 好像那個人好像 因為我沒有試過 所以我不能夠說出他的感覺 可能他怎樣 吐吐吐吐 夢賊賊 不知做什麼 就是可能這樣的狀況 不能夠將他的感覺 能夠清楚地感受到 和說出來 就是整天覺得很穩住 不能夠說出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在這個過程 待會我們 就給多點時間 待會我們也會留點時間 一起祈禱 那怎麼做呢 就是在裡面 你說出一些的感受 你可以說開心的 但也可以說你的困難 有說困難 也可以幫你 把你裡面的困難 的感覺說出來 而他說的時候 其他人就盧心去聽 就回應 就是一個主要的回應者 主要的回應者 就是主要的回應者 例如脈頭 回應他 其他人都可以回應 然後他可以說出一些 認同的說話 愛神上節 可以重複回去說的話 認同他的感受 你都可以了解他的感受 接立他的感受 能夠將他的感受 用另外的說話說出來 幫助他覺得被接立 被明白 而其他人就會觀察這個情況 就是一個人先做 然後可以輪流去做 那麼下面這裡 就講到分辨人的說話 分辨什麼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 分辨他是 訴苦 投訴 發洩 訊問 吩咐 分享 或者是分享這個知覺論 上次我們講過 之前講過的 就是行動 感觀 思想 意向 感受 這幾樣東西 這幾樣是什麼呢 就是I act 第一就是我行動 第二就是I sense 我身體感受到 I think 我思想 覺得 認爲 我的信念 以向I want 我要什麼 感受就是feeling 就是能夠說出對方在分享 有時候人是什麼 訴苦 投訴 訴苦和投訴有什麼分別呢 訴苦就是這樣 就說出他的困難 投訴就是向這個人投訴 你這樣對我 發洩就是 那些人對我什麼 發洩出來 有時候人會說 詢問或者吩咐 其實有不同說話的方式 我們就了解他在做什麼 又回應人可以做什麼 回應我們一起讀 重覆對方說的 感受對方感受 引導 辯駁 教導 分析 否定 批評 轉話 有些是對 有些是錯的 重覆對方說的 就是他講的 我們重覆回 感受對方的感受 他又覺得不開心 感受到你不開心 又引導他去明白他的感受 亦都可以自己引導他去怎樣處理 辯駁 你不應該這樣 沒有理由這樣 那就是辯駁 教導就教他 即是教他 很多人都會這樣的 很多人都會辯駁 譬如說 我家人對我不好 我現在很不開心 什麼不好 不開心 不需要這樣 他一直跟他爭吵的時候 根本完全離開了他的感受 完全去了跟他敵對的情況 教導就是 你多些為家人祈禱 你不要這樣生氣家人 你原諒他 這樣教導 我們需要教導 不過如果經常教導 別人必須接受到 分析 就是分析到他所說的 這就是要我適當的時候 分析到我聽到你說的什麼 我聽到你知道你的情況是什麼 否定他 哪個是 你不是這樣 批評他 或者轉話題 不想講這個話題 轉了地的話題 有些人說 我有癌症 不要想這些事情 想些開心的事情 不想講這個這麼重的話題 而人的感覺有六大類 其實上面你都可以分類 在這六大類的裡面 不過有些是比較難分類的 我們一起讀那六大類 Glad 開心 sad 憂愁 煩惱 mad 憤怒 afraid 懼怕 ashamed 收費 內疚 hurt 受傷 那就是人可以開心 正然的 有憂愁 煩惱 憤怒 第三就是 第四就是害怕 第五就是 生恥或者內疚 第六就是受傷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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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一陣子 一邊留心聽 看他在說的是什麼 而一看這陣子 我們有些什麼感覺 是在說什麼感覺 OK 那我們就希望 這個過程幫助大家 留意自己的感覺 能否先處理自己的感覺 也都在回應人的感覺 謝謝大家